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恰叔叔 今天看不到我的烈焰 沒關係 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效果器 我在彈唱的時候 會用這樣的人聲效果器 這台叫做TC Play Electric Electric 就是電吉他的意思 Electric Guitar 就是給電吉他用的 那也有一個叫做TC Play Acoustic Acoustic 就是原聲木吉他 你看到我在其他的場合 如果是用木吉他在彈唱 我就是用那個效果器 有時候我用另外一個效果器 Harmony Singer 也是TC 那是更簡單的 就是跟吉他沒關係 跟什麼吉他沒關係 但這些效果器 都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需要話筒的輸入 也需要吉他的輸入 然後再有一個輸出 到我的攝像機裡 或者是兩個輸出 那它為什麼要有吉他輸入 因為它這個和聲 人聲效果器裡面 重要的一個效果就是和聲 它的和聲要看你的吉他和弦 來實實的給你這個和聲 要不然它就亂給 比如說我去做個示範 我彈個C和弦 然後唱個 那現在我踩一下 你看不一樣了 連講話都有和聲 你看如果講話都有和聲 就很噁心 比如說大家好 好像那個行球大戰 那 顧名思義 就是說如果是木吉他的效果器的話 也是可以這樣 它會按照你這個和聲的 你的這個和弦來判斷實實給你和聲 它不會亂給你 和聲用在什麼地方呢 比如說你唱一首歌的時候 到了副歌你可以加點和聲 這樣會有一點層次上的變化 那當然有一些歌它就很騷包 從一開始就是和聲 比如說 是 Is this day alive Is this just fantasy Core in the lands Line the wisp 這種就比較 比較騷包的歌 Queen 皇后樂隊的歌 那 或者是它可以在這種 你要體現大合唱的感覺 比如說 它沒有大合唱的感覺 但是如果踩一下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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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和聲 哎呦 噁心 這和聲也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說 它有很多種模式 比如說現在這個叫做 high and low 就是 你的聲音在這裡 它有一個high 有一個low 就是有一個比你高 有一個比你低 那它下個模式叫什麼呢 我看一下 叫做 high and higher 就是你在這兒 有一個和聲在這兒 一個和聲在這兒 就是一個高的一個更高的 我們試一下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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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偏向女生了 就好像有兩個我 有三個我 另外兩個我呢 一個比我高一點 一個比我更高一點 好我再換一個 這個叫做 high and lower 就是 我 一個高一點 一個很低 這個叫做 higher and lower 就是很高的跟很低的 這個叫做 比如這個叫做 low and lower 就是兩個都低的 就是你會希望 噁心 你會希望 你的和音天使們 是跟你一樣 當然不能跟你一樣 跟你一樣 那和啥音呢 就是它是比你高 還是比你低 它是比你又高 你可以選一個和音天使 還是兩個和音天使 兩個 你可以選一個比你高 一個比你低 或者一個比你高 一個比你高更多 就是說它有很多位置 可以選擇 但是我通常沒那麼無聊 我就選第一個 不是選第一個 我就選了一個叫做 啥來的 叫做 high and low high and low 就是一個比你高一點 一個比你低一點 這樣就比較 合理 好 這個講話的時候 有和音真的是很噁心 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hold to talk 就是你如果在演出的時候 你踩著你可以講話 就不會有和音 就不會那麼噁心 好 那它除了有這個和音的功能之外 它有一個和音的level level 什麼意思 就是它的程度 我可以做幾個測試給你看 比如說 這是最大的 如果把它調到最小 幾乎是沒有了 那可以慢慢多一點 有點多 有點少 多了 好 大概這個概念 好 那 哎呦 噁心 那這裡有個 這裡有個調整 叫做 control control 控制 控制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幾種控制 一種叫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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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yes 要的意思 off 就是不要這個效果 那有個效果叫做hit hit hit hit就是踩一下的意思 hit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踩一下的時候就有 我把腳趾伸過來 比如說 好先踩一下 沒有 就是用腳來切換它要與不要 為什麼要用腳呢 因為我們在彈唱的時候 手跟嘴巴都太忙了 你沒有辦法再去踩它 所以你只要用腳 所以你一定要練習你的腳的這個靈活的程度 好 然後 除了和聲以外 它還有一個功能叫做double double就是雙倍的意思 就是說它可以讓你的聲音聽起來 好像有兩個你在一起唱 這個不是和聲 這個 兩個你唱的是一樣的 只是它會讓你聽起來更飽滿 我試一下 我現在是關掉的狀態 我把它打開 我把它選heater heater就是踩的時候有 不踩就沒有 我現在是沒有的狀態 我唱什麼歌啊 我要你在我身旁 好現在是沒有的 我現在踩一下 我 哎呀 不行 一踩的和聲也跑出來 那我現在調on好了 我要你在我身旁 你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我 我現在把它關掉 我要你在我身旁 我要你在我身旁 你看多了一個我 它這種概念就是 會讓你的聲音聽起來比較厚實 飽滿 那它也有level 就是說你覺得這樣太多了 太噁心了 比如說 我要你在我身旁 太多了 像和尚團 那你就在這個level裡面調低一點 我要很多很多 少一點少一點少一點 這樣好這樣好 腳抽筋了 我這個調成多少 level變成-16db 就是比較少了 我要你在我身旁 這樣就不會太噁心 好還有什麼效果呢 delay delay就是延時 比如說 就是 delay效果 如果你會玩那個 吉他效果其實的話 你就知道 現在它是針對人聲 那 確實 我是從來不用這個人 因為 除非你要做一些很特別的效果 比如說像貓王的歌 那 你才用這個 像我都是把它關掉 還有什麼呢 嗯 混響 reverb reveb reverb reverb reverb就是混響的意思 混響一般來說 要開一點點 開太多也不行 開太多就像 混到外太空了 就像這樣 Hello 大家好 就像去K歌房 那少一點呢 就太乾了 現在超級少 就很乾 你要給一個合適的 合適的這個 混響 混響這個效果 基本上是最常用的 大部分的調音台 或者效果器 都有混響這個功能 那 英文叫reverb 所以 所以 如果你哪天去演出 然後你就 你說可以 可以說 就這樣 不好意思啊 excuse me 那個reverb 可以幫我加一點 呵呵呵 這樣人家覺得 哇你好洋氣 還reverb 還有啥 我看一下 還有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比如說 什麼變音的啦 變成 大家好 我又變成外星人了 我又 這個就不行 這個呢 這個 這個是變成男生 這個是變成 這可以嗎 看一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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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清風 這是一首 乖乖的 好啦 關掉 就是 有些奇奇怪怪的效果 只要在很特別的場合 才用得到 像我基本上用不到 所以 這個效果其實對我來說 我就是用到一個和聲 然後 偶爾會用double 就是讓我的聲音變得更厚實 然後reverb 如果 你的調音台有reverb 或者你音箱有reverb 就是混響的話 你可以跳過它 但是你也可以用它 好 那吉他效果器 我就不說啦 一樣的 它也是 可以選擇音箱啊 選擇音箱模擬啊 讓它有失真的效果啊 什麼的 比如說我剛剛試過這個 這就是很標準的 比較失真的電吉他 那這個是比較 比較 就是比較偏向木吉他的效果 OK 然後在做參數調整的時候 它有兩類的參數調整 一類是你針對某一個 你調出來的音色 做它的參數調整 比如說這個音色 你給它取個名字 然後呢 它的聲音的部分是怎麼做 它的吉他的部分是怎麼做 然後調完之後 你把它保存下來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叫做全局的 就是你在這個時候 你按左下角這個MIX MIX MIX 你可以調全局的 比如說 在右上角這個叫Harmony 就是 和音 和聲 你可以把全局的和聲 調大或調小 那有人就會問 為什麼又要有 腳痠 為什麼又要有個別的 又要有全局的 嗯 是這樣的 比如說你在演出的時候 你有兩個音色的 在酷裡面 一個音色呢 是你要唱 主歌的時候 一個音色你要唱副歌的時候 或者這麼說 一個音色你要唱某一種歌 另外一次你要唱另外一種歌 結果你到了現場之後呢 你發現 今天這個場合 對這個reverb 就是混響 的這個要求 是更多的 那你不可能在進每一個音色裡面 酷去調啊 調這個微調 太麻煩 所以你就要在外面調這個全局的 你可以說我的總體reverb要多大 再小一點 大一點 那Harmony也是 就是 和音也是 就是說比如說你都已經調好了 四五個音色你都調好了 當然我沒那麼無聊啦 這裡面有一百多個 我只用兩個 我一個 那我要調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不想把我這個 好不容易調好音 的這個音色參數 再做微調 我就調全局的就好 這什麼概念啊 怎麼比喻呢 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比喻 就是說 我再講一次好了 就是 譬如說裡面有十個音色 假設我很糾結 我有十個音色 我全部都調好了 每個都調得剛剛好 準準的 都分別適合不一樣的歌 有的適合中文歌 有的適合英文歌 有的適合搖滾 有的適合抒情 都調好了 結果到了現場 發現今天現場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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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緊 這個 這個空間比較緊 所以我這個混響 每個都太大了 搞得這個 我唱每一首歌都 嗡嗡嗡嗡嗡嗡的 那這時候呢 我有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是 我進去每一個音色的庫裡面 把它的混響調小 但這樣太麻煩了 不但麻煩 而且之後你還得調回來 所以我就建議第二個辦法 就是在外頭 這裡MIX按一下 然後右上角 這個叫做 Delay and Reverb 這個地方按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把全局的調大或調小 然後不影響你裡面的音色 大概這個概念 好 OK 然後這個 LOOPER 這個叫我吉他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LOOPER LOOPER 我之前在那個 有一個視頻裡有介紹 叫做 像鼓手一樣思考彈吉他 不是講錯了 叫做 一個人的吉他Solo 是這個意思嗎 好像是吧 初學者的吉他Solo 初學者的吉他Solo 這個系列好像 大概第五集 第五集左右吧 還是第四集 我就是 演示用LOOPER LOOPER是什麼概念 就是沒有朋友也可以自己玩 我做個示範 LOOPER 我把我剛剛彈的那段錄進去了 這時候我就可以自己跟自己Solo 比如說 L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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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彈的有點爛 沒關係 意思到就好了 而且你看 剛剛我的LOOPER LOOPER那兩段沒有接好 我再試一次好了 不甘心 這次換播弦好了 它什麼概念 就是我在彈的時候 我踩下去那一下 它開始錄 然後再踩下去那一下 它就開始停下來同時播放我剛剛錄的那一段 所以我現在先跟你預告 我現在彈一個C 再彈一個F 再彈一個C 再彈一個G 我就彈這四個 然後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踩下去 到最後的時候就踩下去 它就會自動錄下來 試試看 1 2 3 沒踩到 再一次 1 2 3 我現在沒有彈了 現在放的就是我剛剛錄的 1 2 3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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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還可以跌加 比如說我現在再彈一下 我現在再彈就跌上去了 看 這是我剛剛彈的 它就可以一層一層無限制 無限制 我把它彈掉 無限制的可以跌上去 好了 這個Looper今天也不多說 因為我在別的視頻有講到 現在我講 這個踏板 你可以買踏板 也可以不要踏板 因為它 它可以 不用踏板 它這裡這兩個按鈕 按一下一起按下去 它就是一個切換到Looper的功能 但是我在演出的時候 我通常都手忙腳亂 就是 如果讓我的腳做比較複雜的事情 我的人就會亂掉 所以我會選擇 還是要一個踏板 好 這樣比較簡單 好吧 我覺得 這個效果器功能 算講得差不多了 當然裡面它有很多很複雜的 更複雜的東西 但我建議你 你還是要有看說明書的習慣 看了說明書你就會了 然後你可以玩得更好玩一點 然後你也可以買比較低配的 像這個是2000出頭的 2000多的 你可以買那種1000出頭的 甚至更便宜在咸魚網上買到的 它就是不帶吉他效果器 但吉他還是要輸入 然後再輸出 它的目的就是 讓吉他的和弦進去 然後拿他配的和弦 不會亂配 這個蠻重要的 比如說我現在彈一個 我現在彈一個低和弦 好 我現在沒踩 那我踩了之後 其實這個效果器 它會聽到這個低和弦 然後給你一個效果 好 給你一個和聲 給你一個和聲 那種感覺 This is the real This is the real life This is just fantasy All in the lands like the risk for reality Open the earth The gap to the skies and se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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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 這感覺就比較有一點 有一點趣味 當然中文歌也可以 比如說我想想看 我想看 有一點類似這樣的感覺 當然你也不能一直用 要不然會很噁心 就是說你要覺得 我有你這個效果 怎麼從頭到尾都是這種感覺 所以效果器 人生效果器的用法 就是你要有切換 有張有遲 有多有少 不然從頭到尾都是 大家好 我就是和聲最厲害的 和聲之王 我現在每一首歌都和聲 一閃一閃亮晴 大家好 謝謝你們 這感覺就很噁心 所以你在用一個和聲效果器的時候 你就要想 你的哪一段要唱和聲 哪一段要有和聲效果 哪一段不要有 好啦 這個 這次講的有點多 而且我有點小小的擔心 不過沒關係 只要有緣的 都會看到 或者是有所收穫 好吧 就這樣啦 謝謝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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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